现代人工作压力大 常常熬夜 睡别时间如果少于六到八小时的话 提醒大家对身体会造成极大影响 因为第一个记忆力会下降 情绪暴躁 工作效率可能会更差 中医师就建议说 平常可以摄取五位子 有安神作用 帮助入眠 你计算过每天平均睡几个小时吗 一般成人睡眠时间 至少要六到八小时才够 但现代人工作压力大 若是又有熬夜习惯 睡眠时间明显不足 再加上睡眠品质不好 伤神又伤身 女性更易有荷尔蒙失调问题 事实上在女生会比较多 因为其实睡眠障碍 对于一个内分泌失调 有绝对直接的相关 包括就是因为你会暴雨暴食 造成肠胃道的问题 暴肥 甚至情绪的焦虑 或者肩膀酸痛 再来就是他对于一个白天情绪 包括说注意力的下降 警觉性降低了 甚至记忆力非常的糟糕 甚至有些男生 所以情绪的暴躁 易怒或是焦虑感都会增加 除了睡眠时间要够 睡得安稳也很重要 中医师建议 平日可以用五味子 以及芝麻等药材 泡成饮品来喝 具有安神效果 帮助入睡 对于中枢神经有抑制作用 对于帮助安神 帮助入眠 睡眠都是有非常好的作用 在理床上 我们是建议说五味子加芝麻 是一个非常好的配物 现代的人都很忙碌 除了五味子的芝麻饮品之外 如果说你真的是太忙碌 无法去摄取或购买 事实上还可以找到一个 比方说我们在市面上 有很多的有包含五味子 或是芝麻的保健品 去方便服用 只要是均衡和规律 是一定是有效的 另外提醒睡觉前 也不要滑手机 因为三星商品 发出的蓝光 会让大脑以为是白天 降低睡眠品质 同时要把握 十一点前睡觉的黄金时间 记者综合报道 这不住的太阳 就像没不了的良心